台湾原住民族受到外来政权统治 历经藩 高沙 以及战后的山包等殖民政权 对原住民族的称呼后 自己决定国家应该要怎么称呼 这块土地上原本的主人 历经十年抗争 终于在1994年8月1号 将沿用四十多年的山包一词证明为原住民 1997年第四次修宪时 进一步将具有集体权属性的原住民族路线 证明运动的开始就是1991年 那个时候这个是针对证明运动 一直到1994年 一直到1994年的7月28号的国民大会 就在那个时候就通过了 有时候很惊险地通过了 比如说纳入原住民在宪法里面 原住民上面就比如说山包改是上原住民 可是有纳入宪法 因为这样才会在后来到1996年97年 陆西成立原委会 为了纪念这段原住民族自我认同跟抗争的历史 并唤醒台湾民众的正确认知 行政院在2005年6月召开院会通过 将每年8月1号定为原住民族日 当然这条正名之路是段漫长艰辛的路 正名是原住民运动的第一步 从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成立 被实时年间成功将山包一词证明为原住民 但是另外两项诉求 自治及还我土地 至今仍然还在争取 最主要的几个诉求 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要拥有自治权 然后再来就是土地权 那这一类的我们的诉求 几乎都是我们所有原住民所共同的目标 2007年台东嘎达地部部落 大猎记期间遭到森林警察驱赶 2010年返迁葬事件 嘎达地部部落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 文化信仰走上街头与政府抗争 2018年3月间台东领馆处 在安硕460班地 为先与部落进行沟通 擅自进行书罚作业引起不满 同年8月台东立家部落 动员上百位族人 到台东领馆出门口抗议 要求领悟局在为获得 立家部落同意前 停止台东第80班地 零下经济开发计划 不管是狩猎事件也好 或者是捍卫主林拒绝签帐也好 其实都是跟土地有关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 也许冲撞对话 其实我们必须要让政府知道说 我们土地的失去 不是我们自愿的 土地的流失 其实年代的文化的流失 我们面临到的可能就文化的流失 文化的断层 我们希望把它再把它找回来 不管你是要书罚还是要砍罚 必须要尊重我们部落原住民的主体性 跟我们说明一下 我希望说你尊重我们部落 研究法第21条是资算同意的部分 政府习惯以及高度 他跟部落通知 就像到人家家桥本这样 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节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礼节都做不到 那我总会相信你未来的政策 是会对我们多好 90年代后 抗争行动在花东两地建区频繁 皇屋土地 资商同意权 小制部落 大制族群连结 都在行动中控告政府漠视 原住民族的生存权 援运遍地开花 为了土地权 管理权 各部落 各族群展开抗争行动 这样的现象 在援运30年后仍然存在 原始新闻乌菊 台东打人悲难台东市才帮我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